记者方志贤高雄报道,冷气团来袭,高雄一名73岁老翁手持扶助器外出迷路,警方巡逻发现,由于老翁行动不便,口齿不轻,无法交代住处及年级资料,未免老翁受冻,远景先以巡逻车护送,再将老翁背禁派出所,并协助他平安返家。 三名第一分局长明杰派出所寻左郑志雄,警员王岳亭,前天早上开车巡逻时,在建国路火车站旁,发现蔡信老翁手持扶助器在路旁徘徊,由于冷气团来袭,户外气温奏降,未避免老翁受冻,远景赶紧协助老翁坐上巡逻车内预寒。 老翁年事已高,口齿不轻,无法清楚表达自家位置及年级资料,警方已巡逻车先护送老翁回派出所,抵达派出所后,由于老翁行动不便,寻左郑志雄向老翁一路背禁派出所。 警方事后利用人脸辨识系统及护医症资料查出老翁年级资料,并联系到住在前镇区的家人。 家属表示老翁患有失致症,搭乘计乘车外出,宣称要去教会,可能无法清楚言语表达才导致迷路流浪街头。 家属感谢警方及时发现并热心协讯,协助老翁找到回家的路。